今天的讲道来自马可福音 十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树上可以找找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 无花果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导兑换 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殿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去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其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 耶稣出城去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来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 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的 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讲 马可福音的第51集 题目是审判要来了 经文是刚刚MC念的 11章的12到26节 那这段经文 其实在解经跟讲道当中 都是会有一丁的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讲道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 通常会被解读成为是 整本马可福音书当中 最难解释的一段 而且这里面 好像很多时候 我们产生一个误解 就觉得耶稣好像很无情 耶稣好像很无礼 耶稣为什么对一个 有生命力的 长得那么茂盛 叶子的这个无花果树 去咒读它 让它枯萎呢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解经的时候 是有难度的 而且通常 通常整个这段圣经 会被分成两到三段来解释 无花果树的比喻是一段 然后捷径圣殿是另外一段 甚至最后是 耶稣讲祷告 平信心求 然后你能够移山 是成为第三段 但是如果你看这段圣经 我的一个诠释 却是把它放成 一个整体在讲 那我为什么要把它 放在一个整体当中 来解释呢 要在解经的原则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拿整本圣经的正点 或者整本圣经正点的 总原则来解一段圣经 而不是你把这段圣经 拿出来解 耶稣就是在讲祷告 就是祷告要有信心 可以移山 耶稣就在咒读这个无花果树 不是 你如果看整卷 66卷书信的正典 或者你看整本新约圣经 再看到马可福音 你再回去 耶稣在讲这11章的 12到26节 你会发现 原来是一个整体的 我为什么这么讲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无花果树的 这个比喻当中 你要知道无花果树 是常常在旧约 被预表称为是以色列的 在旧约当中 它是象征了以色列的百姓 不管是葡萄树 无花果树 或者其他的树 你会看到很多时候 耶稣或者是说 过去旧约的圣经的先知当中 他拿出来讲的时候 他讲的就是什么 预表以色列的百姓 是上帝的选民的 这么一个比喻 然后你看到圣殿 圣殿是什么 圣殿更加是了 圣殿表示的最中心的点 不是一个建筑物 不是一个圣所 是什么 以色列百姓 是有上帝的同在 所以当耶稣在讲到 无花果树比喻 你会看到用一个 三文字的结构 我常说旧约圣经 或者甚至特别是在 新约的希腊文圣经当中 你常常会看到 是什么 是一个三明字的结构 一片面包 一片面包 中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片肉 对不对 这里就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三文字结构 耶稣先想无花果树的比喻 讲到这个无花果树 为什么有果子啊 他应该结果子 怎么没有果子呢 然后就讲圣殿 看到充满了买卖人的地方 然后他就结进了圣殿 对不对 然后又回到什么 无花果树 彼得说 这个果子怎么枯了 这个树怎么枯了 也原来从根里面 什么都烂掉了 所以你就看到 这是很明显的 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 跟结晶圣殿 应该放在一起解读的 应该放在一起解读的 很明显的 就这两个故事 是彼此诠释的 所以 所以我几乎可以 我几乎可以严重地说 如果你把它作为两个故事来解读 你已经失去了什么 最重要的点 所以这段圣经 你是不可以把它 隔裂开来解释的 所以它必须 用圣殿的 捷径 或者说 耶稣对圣殿的审判 来解释 为什么耶稣去 去咒读无花果树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三文字结构 十二到十四节 你会看到 无花果树的 审判的一个预言 然后二十到二十一节 是无花果树 审判预言的 什么 完成 中间夹着这块火腿 就是什么 审判已经成为 买卖的地方的 上帝的圣殿 这十六到十九节 那么今天我们的中心是什么呢 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 耶稣皱住这无花果树 并洁净圣殿 是预示了 他以弥赛亚的身份 对犹太宗教制度的审判 是对整个犹太教 犹太的腐朽的一个 宗教势力的一个审判 那我们今天分三层来讲 三层来讲 第一 第一 第一点 就是耶稣皱住无花果树 你看十二到十四节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远远地看到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了树下 竟找不到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是无花果树的时候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这段圣经里面 你就看到有一个东西 是叫无花果 figuratory 无花果树 这个无花果树 它一般是在一年当中 是在夏天开始结成熟 然后到秋天 有很多的果子 但是春天的这个时候 会不会有果子呢 也可能有 但是很少 并且是不熟的果子 是很小粒的 但是圣经这里说什么 它冒枝叶冒盛 圣经在这里很清楚 耶稣看到 说树上有叶子 然后呢 但是在树上却找不到什么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结果的迹象 耶稣这次是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 才发生这个故事的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前后的时间 可能是在三月底到四月初 也就是逾越节要发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应该来说这种无花果树 可能有一点点的子力了 虽然还没有成熟 对不对 但是耶稣说没有发现这个果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它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 所以呢 你读到这里 你觉得耶稣好像强人所难 你读到这里 你觉得耶稣很无情 耶稣说自称是个很有爱心的人 自称是最有爱的主 对不对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爱 是因为你先爱 都是耶稣爱 一大堆爱 他们对着无花果树很残酷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 你已经离开了这个 偏离了这个方向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背后有很多信息 你必须要读到 比如说 比如说 当时这个无花果树的拥有者是谁 在那个时代 非常有可能 那些地主 那些拥有植物园的 那些植物园主 是受罗马政府支持的 那些祭司 那些文士 那些法利塞人 那些有权势的那些阶层 非常有可能是他们 但是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耶稣是在用一个行动式的比喻 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无花果树 所代表的以色列的百姓的生命 正在死去 或者说无花果树 所代表的以色列的民族 正在面对一个属灵的死亡 也就是说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耶稣是一个行用 一个行动式的比喻 在诠释 教导他的门徒 为什么他会咒诅这个无花果树 所以这里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无花果树代表什么 我已经讲了 在旧约 无花果树代表的就是 以色列的百姓 或者是说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的民族 然后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当中 这个故事到底预表的是什么 预表的是什么 预表的是 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 制度性的宗教 这个宗教没有办法 结出了属灵的果子了 或者以色列的百姓 作为上帝的选民 他们已经失去了上帝的见证 这就是无花果树 所不结果的无花果树 所代表的什么 然后耶稣咒读无花果树 代表了什么 代表上帝对自己选民的审判 他对自己的选民审判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 你要知道 上帝对无花果树 耶稣对无花果树的审判 是预表了 在这个不幸的世代当中 已经腐败的宗教势力的 一个警告和终极性的审判 所以这是这个无花果树的重点 这个无花果树的重点 不是在谈 耶稣怎么 因为他自己饿了 很多时候我们说 耶稣饿了 看到又没有无花果树 耶稣找饭店找不到 找了半点 看到一个破的饭店 说你永远都没有客人 不是这个意思啊 耶稣是饿了 但是这个重点不再饿了 耶稣希望可以看到 这个无花果树上有果子 哪怕还没有熟 他至少可以尝一尝 应该是这样 但是他看到这个无花果树 没有果子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 原来无花果树 所代表的以色列的选民 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的民族 以色列的百姓 应当结出属灵的果子 乃是表示犹太的宗教 应当是什么 是上帝同在的宗教 却没有了上帝的同在 所以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了 他们没有生命的能力了 他们没有生命的迹象了 哪怕表面看起来枝叶繁盛 但实际上他不能结果子 最重要的是不能结果子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面我觉得一个 很严肃的信息跟我们讲啊 你有没有看到 在我们教会也好 还有任何教会也好 你看很多时候 教会充满各种活动 我们又做这个培训 又做那个培训 我们又做这个活动 又做那个活动 我们又有特会 又有平常的聚会 又有主日崇拜 有小组聚会 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很忙 我曾经一直讲 有些人从礼拜一到礼拜七 每天都有活动 宗教活动 但是你看到他们 好像没办法带人信主 你发现不单单 他们没办法带人信主 他们在听我讲道的时候 还打瞌睡 听我讲道的时候 打瞌睡还不算 还打呼噜 还好我没听到呼噜声 感谢主了 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 这段时间我就听到 一个传道人跟我讲的一件事情 我心里听非常难过 非常难过 他说他教会了一个姊妹 他说弟兄 我不要跟他说要离婚 那个传道人说 你不是刚刚结婚吗 刚刚结婚 这个两个月就要离婚 好像速度也快了一点 后来发现他是基督徒 他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 是不是那个配偶跟你说 要跟你离婚 那个不信的人 要他离去就去吧 保罗反正也说了 不是 后来发现原来那个配偶 不是基督徒 还说了 你们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 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 是那个基督徒的姊妹 向他的老公提出来 一个不信主的老公提出来 要离婚 后来这个传道人就去了解 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姊妹的公主病犯了 这个姊妹还是家里 还是第二代基督徒 她的父母好像还是基督徒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 会面对这种情况 不是我们被上帝呼召出来 要去结果子吗 我们不是被上帝呼召出来 要成为这个世上的盐跟光的吗 我们为什么今天 连那个不信的人都还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们再做 再积极地做 那后来传道人继续了解 继续打听 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很本质性的问题 是不是有品质的问题 或者那个人是个罪犯 突然发现了什么 发现不是 他还命令这个南方说 你给我睡到地上去 不许他睡在床上 后来 后来这个传道人就去帮助这个家庭 感谢上帝 居然把那个不信主的丈夫带信了主 还不单单把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带信主 还把他的不信主的这个丈夫的母亲也带信主 后来我听到这个故事 一方面我为这个传道人的摆上跟得着 我非常的兴奋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又很担心地在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我们信了主 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结了婚之后 我们非但不能够影响他们 我们还去破坏人家 对基督徒有一个美好的印象 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美好的印象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信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就是在这里 你就看到 就像那个没有生产能力 没有办法结果子能力的五花果树 我们好像有枝叶凡胜的不得了 耶稣看这个五花果树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看到这个树上 是有很多的叶子的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一个一个果子 对不对 一个果子都没有找到 为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也在反省 你我都在反省 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 我是不是就成了那个没有生命 没有供应 没有产出 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结果子的五花果树 如果是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命运将会很悲催 因为你必然 圣经经常让我们看到 我们必然面对被耶稣咒诅 跟毁灭的结局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 你看到耶稣好像很无礼 但是我告诉你 耶稣咒诅这个五花果树 他的信息 跟旧约圣经 让我们看到先知的咒诅 是一半相成的 你看看那个和西亚书九章十六节 圣经说什么 以法连受则刑 根本枯干 就根的根本都枯干了 必不能结果 急或生残 我也必杀他所生的爱子 好厉害 以法连是谁 以法连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 后来成为以色列支派 十二支派之一的掌门人 上帝说以法连 就只是以法连支派 其实就有以法连支派 来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支派 对不对 也就是以色列人 你们如果不结果 因为是什么 是因为你们根本已经枯干了 你必不能结果 急或生残 我也必杀掉你的爱子 咒诅得很厉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今天的教会 一定是蒙上帝祝福的 不一定 我有的时候在想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一定蒙祝福 可能我们是被上帝咒诅的 也说不定 如果我们成了 不能够结果子的 无花果 第二段圣经 米加书七章一节 圣经说 米加先知说 爱在我 拓子以色列 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 又像摘了葡萄所剩的 没有一挂可吃的 我心羡慕 羡慕出书的无花果 你看到没有 好像已经被什么 全部收取了 已经全部被收取了 然后呢 耶利米苏八章十三节 一号话说 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 葡萄树上 必没有葡萄 无花果上 必没有果子 看到没有 无花果上 必没有果子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民族已经腐败了 所以他们不会结果了 叶子也必枯干 我所赐给他们的 必离他们过去 我前段时间再讲了一段 一段那个 我周三晚上 我在一个小组里面 讲了一段特别的信息 在一个群体当中 就讲到 我说二十年前 我常常会说 欧洲是后基督教时代 美国是基督教时代 中国或者是亚洲 或者是作为前基督教时代 我说只用了二十年 今天美国已经说 可以说是后基督教时代了 因为你看看 美国教会所发生的事情 你看看美国社会 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看看这个现状 你就知道 什么叫基督教时代 基督教时代 就是基督教的意识形态 基督教的文化 基督教的价值观 是在这个社会做主导的 是有引领作用的 但是已经完全不是了 所以我相信 上帝的祝福正在离开美国 对不起我这么讲 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不愿意听这个话 但是我相信 如果再继续这样的话 必定面对这样的一个结局 所以当教会 我们在越发展 越有体制化的时候 越老化 也就越容易僵化 也最终会面对 一个腐败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 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面对上帝的惩罚 跟咒诅 所以讲完这个 无花果树的事情之后 耶稣就用了另外一个 行动式的比喻 就是洁净圣殿 你看第15到第19节的话 你就会看到 上帝的儿子来到 他自己父亲的殿中的时候 他寻找蜀林的果子 他寻找蜀林的果子 居然没有办法寻找到 他却看到的是什么 他却看到的是说 我父的殿 应该称为是万国祷告的殿 今天却成了什么 贼窝 却成了贼窝 所以呢 当他找不到 蜀林的果子的时候 他就宣告了上帝的审判 所以圣殿 尽管豪华 尽管奢侈 但是他最终会落入一个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的命运 树怎么样 殿也怎么样 殿怎么样 民也怎么样 民怎么样 国家也怎么样 第二点 耶稣清理圣殿 15到19节 如果你看这段圣经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了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导兑换银子之上的桌子 和买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殿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便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到死他成了贼窝了 祭司场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要想法子去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每晚上耶稣出城去 每晚上耶稣出城去 在这里面你就会要了解一个背景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圣殿 怎么会有人兑换银子 为什么这个万国祷告的殿 会成为贼窝的 怎么回事 就在当时的 如果你看我写的这个背景 你就会看到 当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他们都会到耶路撒冷去 过重要的节气 所以他们逢年过节 都要到圣殿来献祭 他们献祭的时候 你想想看 他们是不可能带什么 带牛啊带羊啊 你如果从巴勒斯坦 要从加利利带个牛 跟你牵一条牛 跑到圣殿去 这个路途还比较远的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不对 你一个人来还可以 所以怎么办呢 他们就不带牛带羊 带了银子 带了钱 去到耶路撒冷去 去到那里要干什么 就要去买牛 买羊 但问题又来了 当他们买牛跟买羊的时候 他们就要用 就要兑换银子 为什么要兑换银子呢 因为他们当地 所拿到的银子 如果你是从巴勒斯坦的 加利利来的 或者你是从约旦来的 或者你是从罗马来的 或者你是从亚利山大来的 你们用的银子 上面头像上 都刻的是谁啊 凯撒的头像 凯撒就是罗马的神啊 所以这种银子 是在圣殿里面 是不可以用的 不可以买东西的 因为它是有 触犯了实际的第二条 就不许拜偶像 所以他们就不许换银子 所以换了银子之后 他们再从圣殿里面 去买那个牛 买羊 去到这个献祭 好了 问题就来了 整个这套程序 并没有错的 并没有错的 你如果仔细想的话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他们把这个 兑换银墙的地方 可能甚至 Joseph 另外一个犹太历史学家 曾经讲过 他们把兑换银两的地方 放在外邦人院 因为在那个时候 耶稣那个时候 整个圣殿的格局 已经发生变化了 就在早期第一圣殿时代 就是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 圣殿只有两样东西 至圣所跟圣所 所以那个地方 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 其他人在圣殿外的 但是到第二圣殿 就是现在这个第二圣殿 是这个西律王改建过的 西律王为了讨好罗马 也为了表示他自己的这个伟大 他就大心土木 把这个第二圣殿翻新 扩建 变成什么 圣所 至圣所之外 有了什么 女人的愿 就是女人也可以去 然后女人院外面呢 还有一个叫外邦人院 在那里呢 外邦人可以在那里祷告 可以那里去说敬拜 祭拜神 记得耶和华 他们就把这个兑换银两的地方 设在外邦人院 而这个在外邦人院当中呢 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在讨价还价 哎呀 我一比六啊 还是一比七啊 我这个银子你怎么撑的重量啊 然后呢 你买几头驴 不是驴了 你买几头羊啊 还你买几头鸡啊 因为可以 穷人买鸡嘛 富人买牛嘛 对不对 羊是个中产阶级买嘛 逃材还价 然后你就发现原来那个地方 应当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的时候 却已经变成什么 商业场所了 变成商业场所了 你说 这个是耶稣时代 跟我们今天没关系 我们不会吧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事情很多啊 今天我告诉你 不是单单我们教会的问题 是全世界教会 有多少人要利用教会 来成为牟利的工具 多少人 就拿亚洲基督教最复兴的 一个地方 韩国 今天 有人跟我 一个韩国牧师 跟我讲 很痛心地讲 他说 你不花几百万美元 你已经不可能成为 韩国某一个中派的总会长了 哇 要花这么多钱去 你是竞选总统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旦成为某一个中派的带领人的时候 你知道 因此而带来了其他有多少的利益 他的阿狗阿卯 中国人说 鸡犬 对吗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这种情况都来了 我所见过几次的一位 我曾经年轻的时候 非常崇敬的一位老牧师 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的带领人 他的几个儿子都在他的教会里 附属的公司里面有份 结果他的大儿子被抓起来 被抓起来 贪污 抓起来 他自己因此判三年有期徒刑 缓期五年执行 我们不是学法律的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计算法的 可能五年里面不追他的责 其实就是缓刑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是被判有罪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很明显 教会很大 一百万人聚会的一个教会 他需要一个清洁公司 对不对 需要打扫卫生 这个清洁公司 就他儿子开 当然不会给你进入南楼 当然为什么给你 你是他谁 对不对 你又不信赵 对不对 你信赵还有可能 对不对 攀上他们的家的亲戚 可能 所以这种事情 已经在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就想像耶稣当时 所说的这些事情 正在我们身边发生 所以到底是兑换银钱 还是圣殿的敬拜 圣殿不是 不是敬拜的地方 怎么变成兑换银钱的地方了呢 圣殿 圣殿不是以心灵跟诚实 来到上帝的面前吗 但是现在已经有利益的交换了 有利益的问题了 这些问题 就是为什么耶稣会推倒桌子 推倒凳子 为什么耶稣要骂他们 说不许把我付的店 当做买卖的地方 对不对 对不对 甚至耶稣不许那些人经过 那拿的器具 随意地经过 以免玷污 这就是为什么 我那天很不高兴 我说那个调音的 他在讲 我讲到的时候 就要这样走来走去的话 对不起 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说 你可不可以安静 在那里好好地听到 否则你一开始就出去 你不要进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你又看到 祭司跟领袖阶层 他们认为什么 耶稣对圣殿的攻击 实际上不单单是 亵渎着圣殿的问题 更是直接地危害了 他们的经济利益 危害了他们的物质利益 危害了他们的 利用圣殿这个敬拜系统 来为自己牟利的 这种关系 所以他们 对耶稣来说 这是最大的 亵渎的问题 所以这是 上帝的旨意 要在这里 让万民成为 万民祷告的殿 但是却被你们 当作了什么 牟利的工具 但是祭司他们 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 耶稣 妨碍了他的财路 有人跟我说 他说 他在本地要做生意 从美国过来 他说在本地做生意 他发现很难 因为他 要根据 正常的一个规矩做 他会挡掉 很多人的财路 那我说也没办法 那是世界的规则 今天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我们 在教会的系统当中 我们也这样的话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些话 我真的不敢讲 因为我讲的话 我就成为很多很多 教会的敌人 那些落实教产 那些落实教产 不要说别的地方 单单北京 那些教会的第一把手 最高的 曾经在做的 最高的位置上面 落实的教产 他们怎么处理的 敢不敢 把账拿出来 我的儿子是做 这个hotel生意的 这些都成为什么 我们就出出去去了 钱怎么处理的 敢不敢 所以我说 如果国家宗教局 全国范围 对这些教会 进行系统的查账的话 我告诉你 出来的东西 是触目惊心的 但是我告诉你 我如果这么说 我现在就 我已经了 已经是成为 这些人的公敌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还没有让 我们教会太有钱 感谢上帝 我们教会 还没有教产 哪一天 我们有自己的 building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个 大的教会的 building的时候 这个问题也会来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 比如说 谁到我们教会 来设置一个 礼拜天几千几万人 我们在这个教会 里面卖个什么东西 的话 我们就发了嘛 很简单的嘛 很简单的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我在想 教会可能穷一点 也不是坏事 教会没有地方聚会 也不是坏事 教会没有这样的 豪华的场所 也不是坏事 反倒让我们 更加可以 好好地反省 现在利益不多的时候 已经不容易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都知道 你都跟我讲过 这些事情 对不对 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 这些事情 对不对 有些人不懂 看不到 还以为我是怎么样 一个 对 当然很多污水 我只能先顶的嘛 对不对 没办法嘛 没办法嘛 但是很多时候 你拨开来 慢慢慢慢拨开来 你就看到了 对不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为什么耶稣 要攻击这些人 为什么耶稣 要攻击这些圣殿的系统 甚至这个圣殿里面的 这些宗教从业人员 为什么要攻击这个犹太教 他是从犹太教出来的 他自己在犹太教的 这个父母 多少代都在 那个系统里面的 耶稣引用几节圣经 几节旧约圣经来 解释他自己攻击性的行为 第一节 以色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 耶稣说什么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番祭和平安祭 在我坛上必蒙悦纳 因我的殿必为万民祷告的殿 清楚了吗 这旧约 以色亚书五十六章七节讲得很清楚 上帝的殿 应当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不是给做生意 做买卖用的 接下来 耶稣引用第二段是 耶利米苏七章 十一到第十五节的 你会看到第十一节 说什么 这称为我民的殿 在你们眼中 岂可看为贼窝吗 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很清楚 这是我看到的 耶和华所说的 很说的 对不对 七章十一节 耶利米苏 耶稣为什么说 你们反倒把这个地方当成贼窝了 不是耶稣单单说 是耶利米先知当年就引用了 耶稣引用 过来 然后第七章的十四到十五节 耶稣说什么 先知说什么 耶利米先知 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的 所倚靠的殿 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珠的第十恩 照我从前像世罗所心的一样 我必将你们从我面前赶出去 正如我赶出你们的众弟兄 就是以法连的一切后裔 耶稣 这个耶利米先知当时在南国 对犹太剩下的两个支派 对不对 对剩下的两个支派发预言 就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行 好 我要把你们也赶出去 为什么 我之前已经赶出十个支派了 北国的 对不对 以法连就代表北国的十个支派 我已经要亚述人来把他们赶走 灭了他们的那个撒玛利亚 把他们赶走了 如果你们在耶路撒冷 你们这帮坏蛋还不悔改 你们这帮 还不悔改 你们这帮杂种还不悔改 为什么杂种 是因为他们在宗教的上面的淫乱 让他们已经成为杂种 因为他们把上帝 在耶利米时代 那个以后的殿已经玷污了 所以耶利米先知讲很重的话 说你们若不悔改 毕竟 必定把你们赶出去 必定把你们赶出去 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 你就看到平行经文 约翰所继续的平行经文当中 耶稣就拿着绳子当做鞭子 你看耶稣很狠的 对不对 这么有爱心的 主耶稣 我告诉你 所以有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也是感谢主 感谢主 他说把牛羊都赶出殿去 看到没有 把牛羊赶出殿去 到处兑换银子之恩的银钱 当然这样的做法 对很多 有商人眼光的人来说 耶稣这样做法是很不智慧的 对有投资的 投资的这个眼光的弟兄姊妹 你们也好好反省一下 到底是 耶稣做的对不对 对不对 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人说 把这些东西拿走 不要将我付的店 当做买卖的地方 不要将我付的店 你看就是说 这个儿子跑到父亲家中的时候 看到自己父亲家中 已经成了贼窝了 所以 耶稣的心里交集如同火烧 如同火烧 就经上说 他们就想起经上记者说 我为你的店心里交集如同火烧 好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 耶稣审判圣殿的两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一个就是 信仰本质的失去 将我付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 把崇拜祷告的圣地 当做商业用途跟牟利的场所 你知道那个时候 在我们还在大剧院聚会的时候 很多人 想用大剧院认识人之后 做传销 买健康品 买健康品 在美国的网上 他们通过什么方法 然后就想办法进来 推销这些东西 认识人一个一个推销 对不起 我跟他们说 你们可以在离开教会以后 你们做这个 我没有权利干涉 只要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我没有权利干涉你们 但是请你们 请你们进了教堂之后 进了剧院之后 我们聚会的地方之后 请你们千万不要拿出来 或者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们要谈生意 可以 你们聚会以后 你们去到哪个咖啡馆 去吃个饭 弟兄姊妹之间聊天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 但是请你们不要在 崇拜的时候 就开始谈这些问题 或者崇拜套一半 到走廊里面 两个人开始谈生意了 对不起 你这样就误会了 耶和华的殿 第二 第二 耶稣审判了 他们的对信仰的独占主义 耶稣引用 以色列的 过去的先知的预言说 我的殿必成为 万国祷告的殿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的民族 原来是作为 外邦人的光的 以色列书49章第六节 很清楚 他们应该成为 外邦人的光了 但是他们却什么 失去了这个见证 失去了这个使命 也失去了这个呼召 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 你们以为可以在 狭隘的宗教 种族主义当中 包容上帝的爱 跟上帝的荣耀 那是会失败的 这个地方 为什么在外邦人院 耶稣发这个火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外邦人 他们也被耶和华所吸引 他们也被圣殿山所吸引 他们也被圣殿所吸引 他们也愿意来到 耶和华的殿中 他们也愿意来到 耶和华的殿中 去敬拜赞美 去祷告 但是那里面居然什么 充满了买卖的人 充满了买卖的人 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 跟我说 哎呀谁谁谁 谁谁谁 这个人名字太大 在中国很多基督徒都认识他 某一个什么什么家 我说我没有兴趣 我认识他 他也很想来认识我 他来招勾我几次 我没有兴趣 因为什么 我说他做的一切事情 不过是利用教会的平台 要做他自己的生意而已 我说没有兴趣 我没有兴趣认识他 再大的经济学家 我都不care他 名声再大又怎么样 他只会 只会把耶和华的殿 玷污掉 因为他做一切这些东西 好像在做福音的事工 实际上把它当作一种生意在做 所以 今后如果 我说我感谢上帝 有的时候 有人问我 现在教会好像很困难 生存很困难 我们在中国的教会 或者福音传播都是非常艰难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说但是有时是有好处 我说真有好处 苦难可能有的时候 是对我们只有好处 所以在这里 耶稣攻击的不是圣殿本身 而是失去了见证的圣殿 失去了见证的 失去了上帝同在的 一个腐败的犹太的宗教制度 这是耶稣在攻击的对象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记得我记得曾经 我19年的时候 还发生过什么 有一次我们聚会 我发现 有人就在我们教会的大堂里面 怕贴了一个广告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 我们别的人知道是谁了 他们没有告诉我 他们怕告诉我之后 我会去找他们麻烦 我也没有去找他们麻烦 在没有跟我们任何的 同工打过招呼 跟牧师申请过 突然贴一个广告 说谁谁谁 BRC的会员来参加我们的跳舞 这个九折 九折优惠 真的 后来我还发现 真的我们的会中当中 有人去了 请问谁给他这个权利 这么做的 请问他把教会当作什么 礼拜天早晨 很早就到了 我们一般八点多到嘛 对不对 他在我们之前 东西已经放在那里了 后来 后来当然不能够继续了 不能继续吗 不能继续吗 所以有个弟兄 昨天我跟一个弟兄 跟他在一起午餐会的时候 他讲得很好 他做生意 做得真的还是蛮不错的一个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每个礼拜天 希望能够来到主的殿中来 我们就希望干干净净地去敬拜 好不好 就让我们有一个干干净的地方 把这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六的这些 世间的这种东西 就暂时抛一抛 就可以专心在那里吗 都不容易 这不是今天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耶稣的时代已经有了 好了 好了 到第三点 我们又回到了三明治的结构的最后一片 五花果树枯死了 二十节二十一节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五花果树连根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 你所咒诅的五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耶稣急着五花果树 预表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解释了 他自己为什么在圣殿中的激烈的行动 第二 以色列因为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 而必然面对审判 所以审判应验了 所以他之前跟门徒说 看这个五花果树结不了果 好 他就永远没有果子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审判完圣殿之后 回来之后看 大家出来之后看到 上到橄榄山 上到那里 看到那个树怎么样 哭死了 那个树死掉了 那个树为什么死掉的原因 知道了吗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因为五花果树 预表了以色列的民族 然后呢 圣殿代表上帝与他们的同在 当圣殿成为买卖的地方之后 以后的荣耀 离开了圣殿 不再是用心灵跟城市 来敬拜上帝的地方的时候 耶稣上帝就兴起了什么 他的敌人要来毁掉圣殿 因为圣殿在公元七十年 罗马的将军提多打进来的时候 学习耶路撒冷 学习圣殿 而从此以后 圣殿就再也没有了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这就是当时对圣殿的审判 所以回到二十二十一节 他们看到五花果树 看到什么 看到已经死掉 看到五花果树 所以我说什么 圣殿的捷径 跟五花果树的咒诅 是要一起解释的 不可以分开的 他们是彼此解释的 明白了没有 所以 这里说五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为什么连根都枯干了 因为整个信仰的根毁掉了 整个信仰的根烂掉了 不是单单犹太宗教法师们的问题 这些拉比的问题 这些文师的问题 这些法利塞人的问题 不是单单这个问题 而是他们整个信仰的系统的根 已经烂掉 因为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 耶和华已经不与他们同在 为什么圣殿必须毁掉 为什么圣殿必须会被毁掉 当然是罗马人打过来了 为什么上帝借着罗马人的手来咒 咒住我们 我甚至有的时候说 如果我们的教会不会改 如果中国的教会不会改 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的话 我们所面对的命运 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 上帝就兴起无神论的政府 来打击我们 上帝就兴起无神论的背景 来惩罚我们 我告诉你 这个命运是很悲惨的 因为圣经已经给我们看到 所以当提多带来的罗马军队杀进来的时候 几十万人死掉 甚至更惨的是公元135年 131年整个犹太人 他们有过两次连着 70年一次 耶路撒冷被打下来 圣殿被毁掉 对不对 但那一次 以色列人还有一部分人 犹太人留在耶路撒冷 但是到公元131年 把古巴带领整个犹太人反叛 结果他们犹太人用了 罗马人用了四年的时间 135年打进耶路撒冷 那一次是血洗了耶路撒冷 是撒得干干净净 撒得干干净净 结果就应验了 马太福音24章 耶稣站在橄榄山的预言说 将来没有一块石头 指着圣殿山 指着圣殿说 将来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面 结果你知道 今天去圣殿圣看 上面只剩下什么 回教的两个清神石 圣殿山的石头 在地基上面 一个都没有留下 只剩下下面的城墙 还有几块 但是圣殿山上的 圣殿的石头 就是没有一块 留在石头上面 我就记得 我就记得 2017年那个 刚刚拆完十字架 再拆 不是那个 温州的教堂 有个教堂 叫三江教堂 被拆掉吗 对不对 记不记得 我就去的时候 当地那个牧师 我非常好朋友 李牧师带我一起 我们一起去看 我们就面对三江教会 我们就想起 耶稣当年的话 就是三江教堂 是被拆得干干净净的 你知道吗 真是一块石头 都没有留下来 现在那里 都是停车场跟草坪 教会的石头 一块都没有留下来 一块都没有下来 如果我们不悔改 如果我们面对 已经堕落的一个信仰 或者宗教的制度 一个制度化的宗教 我们不愿意悔改的话 所以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要知道 以色列 这犹太教 有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耶稣站出来 要咒诅 咒诅整个犹太教的系统 那今天很奇怪 今天很奇怪 你跑到很多家庭教会去 包括在上海北京 还是其他地方 你会 你都会发现 有一些 有一些教会 他们 他们在过犹太人的节日 他们在过逾越节 他们在过住棚节 他们在吃犹太人的 这个无小饼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你知道犹太教 跟基督教是 虽然有关系 但是它有本质区别的 你知道吗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耶稣 因为耶稣基督 所以整个基督教的 基本的教义的信仰 跟犹太教是不同的 因为基督成为 一切的终极性的 一个应验了 但是犹太人 就他不接受这个嘛 所以基督 耶稣是基督啊 耶稣是弥赛亚 但是今天犹太教 还在等他们的 那个弥赛亚啊 他们甚至说 耶稣再来 我还要把他钉死啊 但是我们今天很欢迎 犹太教 进到我们的心中 好像奇怪的信仰 所以因此我们 因此我们信仰当中的 基督论三一论 他们不承认三一真神的 虽然有相似的地方 虽然我们都相信 独一真神 都是相信这个 耶和华神的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不是 不接受三一神论的 他们也不接受基督论的 基督就是弥赛亚 就是救主 就是我们的主 他不接受的 他们也不接受救赎论 耶稣就是那个 献祭的羔羊 流血牺牲 为我们的命 为我们的罪死 在实际上 他们不接受这个的 他们不接受的 但是很奇怪 很多人在拥抱犹太教 在过犹太教的节日 在守犹太教的律法 在这个守安息日 我觉得这是蛮奇怪 所以所以所以什么 所以这个 这是解经里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 就是看到 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解经 跟犹太教是不一样的 因为犹太教 虽然我们的 我们的西伯来文的圣经 是一本 是一本 但是我们解释 我们对西伯来文圣经的解释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解释 是基于耶稣基督 对旧约的解释 对西伯来文的解释 对西伯来圣经的解释 对不对 所以耶稣基督的解释 是我们解释的基础 也是我们解释的起点 但是犹太人不是的 所以犹太人看诗篇22篇 跟我们的解释 完全是不同的 犹太人否认 所有诗篇当中的 关于弥赛亚诗篇的预言的 他是否认的 犹太人也不认为 弥赛亚书53章 那个受苦的仆人 指的就是弥赛亚 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 不会来受苦的 弥赛亚是荣耀的 但是耶稣就是颠覆了 整个犹太教的一个 最基本的观念 但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 还要去过犹太教的节日 还在遵循犹太教的教导 还要去守一些律法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没有了耶稣基督 我们对整个旧约的解释 是完全不同的 对旧约预言的解释 也是完全不同的 对上帝如何启示 祂的子民的看法 也是完全不同的 整个信仰系统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面对 在教会的管理跟治理方面 也会面对这段试探 好比说这段时间 就有牧者跟同工告诉我 一些情况 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 资源很多 各种各样信息都很多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 你要找什么 你都可以找到 用VPN 全世界都在你的手下 对不对 啪啪啪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姊妹团 七一当中 现在也有 L3的小组也有 正在追有一些 个别的弟兄姊妹 姊妹们为多了 正在追逐某一个施工 什么 Delta施工 Delta是病毒 对不起讲错了 反正某个施工了 我后来也稍微看了一下 这个内容 对不起 我们教会不 不back up 这个随意 不是我们教会 推动的施工 这不是 这个施工 它是一个独立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对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 我们弟兄姊妹 现在外面的教导 奇奇怪怪的很多 很多都是说 受上帝的漠视 受圣灵的感动 受耶稣基督的指派 来到你们当中的 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我不要随便去 污蔑人家 但是我不熟悉 我不了解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 我比较小心 一个事工 一个教导 它不经过年月 对不起 你不知道的 就像你的同工 不跟你在一起 三年五年 你是看不到的 你只有经过一段时间 慢慢慢慢印证 它是什么 符合大公教会 承传的 它是符合 历史历代 圣徒的教导的 我们接受 它是符合圣经的 总原则启示的 我们接受 而不是随便 就接受一个东西的 所以什么 所以我们 我也跟那个 我昨天还跟 祷告会的同工说 特别申请一个时间 我说礼拜三 接下来礼拜三 我说祷告会 给我一个特别的时间 我需要一个小时 我要特别讲 如何在教会 我们在今天 我们的信仰时代 建立我们信仰的道统 信仰的正统 然后我也谢谢 这个祷告会 原来是下周 是另外一位姊妹分享 她愿意把时间 借给我 那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时间 我就特别希望 讲这个方面的信息 可以更加直接一点讲 求主帮助我们 最后结论 进入结论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 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到海里 你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 就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 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得着 就必得着 我告诉你 这段圣经 我为什么 你说这段圣经 好像跟上面 没有关系的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我们就一直 因为没有关系 把它拿出来 单独解释 那更加错 因为这件圣经 如果传统的解释 就是什么 你信什么 就必得着 你祷告什么 就必得着 你有信心 你就必得着 是不是 但是这就是 拿出来解释了 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 是不可以拿出来 因为这段圣经 是基于 无花果树的咒诅 跟圣殿的 审判的一个延伸 所以这段圣经 是前面 这个三文字的总结 什么意思 为什么耶稣说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 你们当信服神 你们当信服神 用另外一个 希腊文直接的翻译 说神是信使的 或者说 你们当相信上帝 为什么 是因为 当时 既然 门徒就傻眼了 你懂我意思吗 门徒看到 耶稣的举动 跟对无花果树的咒诅之后 他们知道 耶稣讲什么 但他们傻了 如果连圣殿 都不能相信 如果连圣殿 都腐败了 连整个祭司的 这个系统都腐败了 我们怎么办呢 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当有信心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 你们当知道 上帝是什么 是信使 哪一天我倒了呢 你懂我意思吗 你最亲爱的牧师 你因为他 突然他 你发现 他有丑闻出来的呢 当然我相信 我希望没有 但是你不知道 如果你把我信心 坚入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你就很失望了 你就绝望了 所以耶稣在这里 你们当有信心 跟门徒们说 你们当有信心 如果你们信心 你先想看 他站在橄榄山 门徒们在橄榄山上 旁边是那个 枯掉的五花果树 对不对 他看的是哪里 圣殿山 看的是西安山 指着是哪里 圣殿 你有信心 叫这山移 移到海里去 他都 到海里去 什么意思 我刚刚之前不是说吗 圣殿已经被审判了 圣殿已经什么 是不会将面临 最终被摧毁的命运 所以最终耶稣在 审判了这个圣殿之后 回到这里 讲祷告的时候 你凭着信心 你相信上帝 你的信心是建立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你建立在耶和华里面 在圣灵里面的话 你是真的用心灵 跟诚实敬拜的话 你根本不用怕 因为这个圣殿 已经被咒诅了 他终将毁掉 如果你甚至到一个程度说 你的信心一够 他都会被扔掉 因为站在橄榄山上 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地中海 这个圣殿都会被什么 毁掉 结果应验在公元70年 结果公元70年 他是不是被毁掉了 他毁掉掉 今天他都没有再被建起来 对不对 直到今天他都还没有 被建起来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在这里面 如果按照传统的解释 好像耶稣在教导伟大的信心 对不对 祷告可以移山 对不对 这是传统的解释 但是如果按照上下文 按照上下文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这段经文是整个的审判的延伸 你听我讲 你不要听 你先仔细听我讲 因为这段经文是有点难解的 我说这段经文 根据上下文来看的话 它就不是在教导祷告 它不是在讲信心 它是在讲的这个圣殿的审判 它的审判是指什么 就是说你对 你信心够 你在主里面 你称得有信心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审判落在 你就能够 你都能够审判 这个腐败的宗教制度 它都会什么 被连根拔起 扔到海里去 明白了吗 所以我说这段经文 它一定不能够被割裂出来解读的 你要放在整个 无花果树跟圣殿受审判 最终公元七十年它毁掉 所以那个马可福音是写在七十年左右的 可能马可已经亲眼看到了圣殿的回去 看到这个最终的命运的结局 所以他会这么写 他会写 再回想起耶稣当时跟他们的教训 他就会说到 没有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面 所以旧有的腐败的体制性的宗教 将会被像连根拔起 扔到海里面去 扔到海里面去 让它毁掉 但是基督 基督他自己作为我们心中真正的圣殿 却永远长存 却永远长存 你们 亲爱的主 你是我们的信仰 你自己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你才是我们心中的圣殿 让我们永远靠着你的恩典 去面对这世上的挑战 你帮助我们吧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若不要赶来承扎 你若不连那大尘克 你若不连那大尘克 他就不能变成旧 你若不连那大尘克 他就不留芬芳 祝我这人是否也要 守你许可的床上 每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如果你我所有苦了 不能完全相同 要你喜乐许我负了 我就愿一朵苦痛 祝我全心求你喜愿 不惜任何代价 你若喜悦冰的荣耀 我被任何十字架 每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我要赞美再要赞美 赞美何等更甜 随我变赞美变流泪 甘甜比情更加甜 祝有什么比你喜悦可怕 祝我只要赞美变流泪 祝我只有一个东方 你能夹在我天上 每次的打击 每次的打击 都是真理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自己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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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点 对